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又有一系列精彩分成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里 每一天都有令人瞩目的事件发生 从国际政治的波动到经济趋势的变化 再到科技和文化的最新进展 我们都一一为您呈现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动态 中俄两国不仅在地缘政治上占据重要地位 他们的内部和对外策略也正在影响着全球的经济和政治格局 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危机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质 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对黄金的追击 这些事件背后的经济和政治趋势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于两个亚洲巨头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征途 近期的报道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复苏风险 增长潜力以及对全球市场的影响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企业战略调整 以及印度如何通过进口俄罗斯石油 影响全球能源市场 这些都是影响全球经济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 最后我们还会带大家了解一下 全球气候变化对房产的影响 缅甸反抗军的胜利 欧洲对中国态度的调整 以及从巴西棉田到布鲁克林艺术工作室的故事 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件 实际上揭示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 不同领域之间深刻的联系和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深入了解这些背后的故事 和它们对我们世界的影响 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上 中国和俄罗斯的动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不仅因为他们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 也因为他们各自内部和对外的策略 决定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 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 再到全球金融市场对黄金的追捧 这些事件揭示了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趋势 经济学人报道指出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持续 国有企业开始在该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私营开发商因债务和销售下降而挣扎 而国有企业凭借助与银行的紧密联系和融资渠道 购买更多土地建造更多住房 并且销售量也在增加 中国政府计划为低收入家庭建造数百万套社会住房 预计今年和明年将在社会住房和其他国家建设上 投入高达4万亿人民币约6000亿美元 同样来自经济学人的另一篇报道 讨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 北京大学的俄罗斯专家冯玉军教授认为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将是冷战后的一个转折点 对全球将产生持久影响 冯教授指出 乌克兰人民展现出的抵抗和国家团结 国际对乌克兰的广泛支持 现代战争的本质 以及普京处于信息孤岛等四大因素 将使俄罗斯的最终失败成为必然 俄罗斯将被迫撤出所有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这场战争不仅使普京政权遭受国际孤立 也让前苏联共和国意识到俄罗斯的帝国野心 威胁到他们的独立 必是欧洲意识到俄罗斯对安全的威胁 激活了原本恼死的北约 在全球金融市场上 黄金的价格飙升至每盎司2364美元的历史新高 自三月以来上涨了15% 传统上黄金被视为对抗经济困难和不确定性的避险工具 在战争和高通胀时期往往会上涨 然而黄金价格的最新上涨 让许多分析师感到困惑 因为一年前的通胀情况更严重 也已陷入僵局 目前尚不清楚是谁在大量购买黄金 因为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一提损超过一年来 一直出现净流出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中央银行正在增加黄金储备 以实现多元化远离美元 另一种可能是大型机构 如养老金或共同基金正在对黄金进行投机性赌注或避险 还有一种可能是 私人或公司正在购买实物黄金 美国超市卡式卡出黄金的受欢迎程度 便是一个例证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当前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复杂性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 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对黄金的追捧 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国家内部的挑战 也凸显了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和影响的现实 随着这些事件的发展 他们将进一步塑造国际关系和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 在全球经济版图中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巨头的每一次动向都牵动住世界的目光 近期南华早报和经济学人分别发表的文章 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的经济复苏风险与印度经济增长的潜力 以及中国大型企业的战略调整和印度如何通过进口俄罗斯石油 影响全球市场 首先南华早报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复苏是否比印度的经济增长更具风险 文章指出印度有望在未来五年内取代中国 成为全球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其经济预计将增长超过6% 这预测基于中国当前面临的困境 以及印度经济结构与中国的显著不同 然而文章也表达了对印度是否能够持续其经济增长 并将增长率提高到约8%而不影响其宏观稳定的担忧 在企业层面 南华早报报道了大连万达集团同意将其旗下的豪华油体制造商 太阳巡折国际Sansicare International 出售给Lion Heart Capital的消息 太阳巡折不仅因其在詹姆斯邦德电影中的露面而闻名 更是奢侈游艇的代名词 万达集团于2013年收购了太阳巡折92%的股份 但随着借贷成本的上升和北京对房地产市场的管控 万达不得不做出调整将其出售给Lion Heart Capital 而在全球能源市场上 经济学员揭示了印度如何通过进口俄罗斯石油来润滑全球市场的故事 面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印度成为俄罗斯石油的第二大进口国 仅次于中国 通过购买折扣价格的俄罗斯石油 印度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 还以更低的成本保护了国家免受燃料通胀的影响 此外 廉价石油还为印度政府提供了更多财政空间来延长补贴 印度石油部甚至声称 如果没有印度进口折扣格购荷罗斯石油 全球石油价格可能会上涨30-40美元每桶 这些报道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国和印度在全球经济和企业战略上的重要角色 中国的经济复苏和企业战略调整 印度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其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的作用 都是当前国际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中国的挑战还是印度的机遇 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将继续影响住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 随住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 家庭业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务压力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 从飓风以火到洪水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加 和家具正对全球各地的房产造成重大损害 但除了这些灾难性的风险外 还有更多看似平常但却同样严重的问题 比如伦敦因土壤潜造导致的地基下沉 以及阿姆斯特丹木桩腐烂的 这些问题正使得业主不得不为修缮和翻新 支付大笔金钱 此外为了降低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 政府很可能对业主施加新的规定 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财务负担 房产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资产类比 占全球财富的三分之二 气候变化对业主的财务影响是巨大的 甚至可能导致全球房产市场崩溃 据估计气候变化对房产的损害 以及减排投资的成本 可能会对机构投资者的房产投资组合价值 造成近十分之一的损失 相当于约25万亿美元的打击 而在缅甸 反对军政府的抵抗势力取得了重大胜利 根据CNN的报道 反抗军声称已经夺取了缅甸与泰国边境重要城镇密芝纳的最后一个军事基地 克伦民族联盟KNU表示 大约200名士兵放弃了该基地 并被反抗军逼退到连接缅甸和泰国的第二友谊桥 现在KNU控制了密芝纳 并试图为这些士兵安排进入泰国的通道 密芝纳阵对于贸易至关重要 同时也是网络诈骗的一个中心 在欧洲面对中国的态度也成为了一个重要一个重量议题 预警亚洲的报道指出 欧洲领导人 尤其是法国和德国需要对中国采取协调一致的策略 菲利普勒克尔 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认为 尽管德国目前的三党联盟政府无法展示出统一战线 但他不能与其第二大非欧洲出口市场发生争执 与此同时 法国总统白马牛埃尔马克龙试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良好关系 但在习近平即将到访的国事访问期间 超越礼节和排场的挑战将是难以克服的 从全球气候变化对房产的影响 到缅甸反航军的胜利 再到欧洲对中国态度的调整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 也凸显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和地区面临的共同挑战和机遇 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环境问题 国际社会需要更多的合作和对话 以应对这些跨国界跨领域的挑战 在一个世界充斥着快速变化和复杂交织的故事 有时候一线之间的连接会揭示出令人惊讶的真相和深远的影响 从巴西的腼田到布鲁克林的艺术工作室 再到中美之间的政治紧张 这些看似不相干的故事 其实揭示了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 从德国之声的报道中 我们得知英国非政府组织 尔塞经过一年的调查 揭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欧洲的时尚巨头与巴西的森林砍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这项调查指出 像财尔和航这样的品牌所使用的棉花 与巴西的森林砍伐 土地强迫以及人权侵犯 有助直接的关联 这些棉花主要产自巴西巴伊亚州的塞拉多地区 该地区的森林砍伐在过去五年中翻了一番 调查还识别了八家供应这些品牌产品的亚洲服装制造商 而是还突允欧洲市场增加监管和责任追究 另一边下 美联社报道了中国对两家美国公司 及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和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实施制裁的消息 这是因为这两家公司被指控支持对台湾的武器销售 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这些公司在中国的资产 并禁止其管理层进入中国 虽然这些公司在中国拥有的资产情况尚不清楚 但这个举动凸显了中美之间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紧张关系 在一个更加艺术和文化的范畴 《纽约时报》带我们进入了布兰卡 阿梅斯库亚的世界 作为一位在布鲁克林的切康的艺术家 他正在复兴一门古老的墨西哥艺术 简纸艺术阿梅斯库亚从墨西哥小镇 圣萨尔瓦多惠斯科洛特拉的大师 唐梅内门多萨那里学习了这门精细的简纸技艺 简纸于前哥伦布时期的墨西哥 但在西班牙殖民时期遭到抑制 甚至禁制 阿梅斯库亚的作品范围从表演艺术到 绣花玉米饼毛巾 并使用再生裁量 这些故事虽然看似不相关 却共同描绘了一幅复杂的全球图籍 涉及环境 政治文化和艺术 从巴西的棉田到中美的政治决意 再到布鲁克林的艺术创作 这些故事彼此交织 提醒我们在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中 一个行动的波澜可以轻易的扩散到人处的岸边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2024年钟表盛会 Watcheson Wondershot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尽管中国对奢侈瑞士手表的需求放缓 以及奢侈品消费者之初谨慎 但这场盛会依然吸引了54个主要手表品牌的参与 包括劳力士 Rulix 百达 菲利 Potek Filipe Cadia Cartier 肖邦 Chopperd 艾马士 Hermet Sh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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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品牌在展会上展示了他们最新的创作 尽管瑞士手表出口增速放缓 2023年仅增长7.6% 相比之下2022年和2021年的增长分别为11%和31% 但依靠富裕客户的高端品牌如百达菲利仍然持续增长 劳力士推出了2024年的6款新调 采取了相对低调的策略 与近年来的做法相比有所不同 与近年来的做法相比有所被Changer和王阳等名人也前来参观这些奢华的时间作品 与此同时在英国根据BBC的报道 保守党议员艾恩·邓肯史密司义 In Duncan Smith 出 中国是英国市场上假冒邮票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有越来越多的投诉称 从合法来源购买的邮票实际上是假的 收到带有假冒邮票的信件的客户 将被英国皇家邮政Worldmail额外收取5英镑 报道指出 人们在各种在线市场上不知情的从中国公司购买了这些假冒邮票 皇家邮政正努力从流通中移除假冒邮票 同时建议消费者注意辨别假冒邮票的迹象 然而皇家邮政的外部事务和政策总监戴维·戈尔德·蒂菲 表示 购买到假冒邮票的风险很低 假冒邮票在网络中的比例不到0.1% 在科技领域 日经亚洲报道了台湾芯片制造商 在自然灾害后快速恢复的能力 例如台积电tsnc在最近的地震后10小时内 就恢复了其最关键设备的70%的运作 这凸显了台湾作为世界上最高效芯片生产地位的工作伦理 与此同时 华为正在努力建立自己的芯片供应链 并吸引顶尖人才 以证明其能够抵御美国的打压 华为为具有与领先的西方芯片设备制造商 和芯片行业资深人士合作经验的候选人 提供高度竞争性的薪资 华为还在上海建设了一个庞大的半导体设备研发中心 此外TikTok在美国的员工面临应无法出售公司授予的股份 而产生的巨额税务负担 这与受限制股票单位而ASUS的授予有关 当他们到期时可能会导致沉重的税务负担 最后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在韩国的员工 可能很快就会因为工作条件而举行罢工 公司的五个工会以投票赞成罢工 这将是公司律史上的第一次罢工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全球商业 技术和消费领域的最新动态 从瑞士的奢侈手表展到英国的假冒 邮票问题 再到亚洲的科技巨头们在全球竞争中的策略和挑战 每个故事都揭示了在快速变化的市场和政治环境中 企业和个人如何努力适应和前进 谢谢您的收看 顺便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4W4 乱赏 7W4 7W4 8 9 8 9 8